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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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整时收看超越电话 来看我今天的标题 你不要也认为说 这个能力越大责任越重 我今天要讲蜘蛛人不是 我等一下会讲台积电 我等一下会讲鸿海 我一样会讲连电 因为我们在8月17日的时候 有讲过这些股票 我当时就讲说应该要攻 结果他选择不攻 这就跟两军在对战一样 你要一鼓作气 可是我最近就是常常听到那种言论说 哎呀长了一千五百点要休息 你看休息的结果就是这样 不行 有些时候该攻继续攻 就一鼓作气给他攻上去 不然在8月16日那天 道琼都已经攻到了连线攻到0.618了 我们居然连0.38都没来 你说那时候不攻你要什么时候攻 我就很担心说美股回的时候我们怎么办 果然美股就回了 人生就是这样 要勇往直前了 好不好 这个连线的时间也请各位记一下 135是10点40 那24是在1点 所以今天在1点的时候我也针对台积联电有做一些说明 这个还是麻烦各位 在最危急的时刻我一定会跳出来跟你讲 怎么样可以让大盘不会跌反而会继续涨 所以你们要支持我 这YouTube的频道来讲的话 你有收看的请你就订阅 加入我的lite 我会更加努力 现在是不是觉得嘎空真的很重要 当然是重要 一松懈了不愿意嘎就没办法了 而且第三个嘎空居然不愿意去做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愿意去做 借卷放空那么大的能量 不去吃两拨千斤对不对 那大盘就回了 你记不记得7月12号那一天 那一天大摩出去了一份报告 如果不是国安基金进场的话 你知道记忆体的股票有多少会惨兮兮的 结果今天大摩又针对ABF有出了报告 我们等一下再跟各位做说明 这个我坚信一定会来的 你看人家国外的一些机构来讲 他自己都非常看好自己的公司 尤其是半导体 可是你在台湾看到外资啊 外资已经今年卖了一兆多了 很奇怪 他卖了一兆多的你还相信他的话 一个对你不友善的人 你还什么事情都要听他的 我们自己有骨气一点好不好 真的啊 我都在讲啊 针对美国啊 他们针对他们的股票来讲的话 认为跌够了 他反而还会讲说 大部分不利因素已经反映在股价中了 结果我们在台湾外资已经卖了一兆多了 他们讲说哪个族群要调降 大家都吓得要死 是不是 你觉得奇不奇怪啊 ABF载版啊 他砍的星星紧瘦难立 我跟你讲 他砍都砍得莫名其妙 他把星星看到180 我昨天有没有说星星已经来到季线了 有吗 那我再给你看 你觉得 你会不会觉得 他们有说这三条线 这个报告是在今天出局的 在8月23号10点36分 他说这个已经供过于求 外资砍星星啊 景硕难立 你知不知道 他们这三天还是有大买星星喔 融资是减的 融券是增加 结果出去报告是看坏的 你不觉得这里 你会打个很大的问号 你看我节目就知道这个很奇怪嘛 你看昨天我也讲来到了季线反压 一百六十八嘛 是不是融资是不是减 我再给你看一下 我用四个图 融券连续两天增加 融资连续三天减少 外资连续三天买仓 我把这三天买的 还有这个这个这个 你看很清楚嘛 融资这是减的嘛 减 减 融资连续三天减 融券增加 外资连续三天买仓 结果今天发布一个报告 是看坏他 是看坏他 你们不觉得这个真的是 你今天换你是操盘手啦 你已经去买了 结果看到说 筹码是干净的 反正是放空的人多了 结果你说 哎哟我我我我我不好 我不想再批评他们了 已经对他们无话可讲了 你正常人不会这样嘛 对不对 连续三天买仓 融资大减 融券增加 结果出报告说 这家公司不好 你只有看我节目 我才会跟你讲的这样 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我也说过了 其实费办本来就没有那么差了 我上次已经说过了 就算说他昨天回 他也是来到了0点 也是来到 也是回撤季线而已 也是回撤季线而已 这个倒是很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跟观众朋友们讲 我说 有些时候当你看到国外 尤其是美国特别强的时候 我就心里很急 那时候看到道琼已经突破下降压力线 已经来到年线 来到0.618的时候 我当天是不是跟你讲说台积电 我说道琼都可以来到0.618的位置 已经可以来到了年线位置 为什么我们的台积电不能够来到0.38的位置 不能来到半年线 这也就是我一再的在呼吁 为什么来到这位界的时候 很多人说涨了1500点 该要休息 你能休息吗 我就是害怕说如果到时候 道琼、纳斯达哥这些回的时候 我们台股怎么办 所以我才会大声的急顾说 这里要站上去嘛 你看是不是 鸿海也是同一天8月17号 我说所有军舰向上 需要带量才能够突破下降压力 我是不是写的有够清楚了 它偏偏就没有量也过不去 那没办法 市场就是这样 你能怎么办呢 那一天的联电 居然连季线都过不去 借券放空有八十几万张 该可以用的你却不用 连0.19都没来 你说它会不会回 会啊 其实有时候我们都知道 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 这些都是 可以维系着整个人气的股票 都遇到了重要的关卡 在8月17号那一天 可是它 它没有去表现嘛 那只好回啦 那回了 那今天又看到一个现象 我就真的要说啦 如果国安机器人很了解这个状况 你真的要特别注意到 台积电今天扣底 是5月31号的高点560 今天回车季线 你没有学过技术分析也知道 这个季线扣底会左下 右边就会上来 你只要手稳在季线之上的话 季线以后上弯的话 请问台积电稳不稳 我当然知道很多人 台积电都有套牢 很多股民都套牢 所以我今天在盘中的时候 我也在讲 台积电升为龙头 龙头是不是要带起带头作用 如果连这种龙头 国安基金在护盘 都没有办法让这种龙头 能够怎么样 昂首的把头抬起来的话 你觉得 我们有办法跟上美股吗 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档股票 这技术分析 我相信 经过这几年的推广 谁不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了 你季线扣底位置在这高 他会下来 那是不是他季线在这个位置 他扣底左边下 右边就会上来的情况下 你继续站上季线 那季线又往上走 那是不是代表台积电未来 季线开始往上走的时候 我会站上季线 你会有起码三个月的多头的架构 所以这里重不重要 我为什么说台积电很重要就是这样 上次你说你该供你未供 那你现在你已经回到这个位阶的时候 重不重要当然重要 我才会写 比如说今天的标题 我会写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就是这样 你很重要啊 你要负起责任啊 没有错吧 你再算一下鸿海 鸿海虽然受制于下降压力 现在量呢 你说这种量一直说到这样 它怎么攻啊 所以我们成交量要大起来 就有一些股票 遇到重要的关键点的时候 要大格局大七一点嘛 那明天的鸿海刚好扣底到116的高点 也即将会走下右上 它是一个机会 非常大的机会 我们这就先跟各位讲一下 好 建桥 你们一定有很多人问我 今天生技股看到有回了 那太好了 你有长期收看我节目你就知道了 我就是因为 8月17号那天看该公未公以后 你看我什么时候跟各位 你看建桥第一趟 23%了 7月11号跟你讲 这都是研究日子 7月13号除全息 你自己看看 我的时间是怎么去搭配 你在仔细的想说 我的思考逻辑在哪里 8月17号那天该公未公 电子股没公完以后 我是不是马上在8月18号跟各位讲 生技股 你看我节目其实很简单 你要把整个架构要弄清楚 8月17号那天 三档股票该公未公 因为 当天的纳斯达克 当天的道琼已经来到0.618的位置 来到年限的位置 突破下降 但是台积电不公 鸿海不公 联电不公 我18号马上跟各位讲 生技股的建桥 你要特别的留意 它会继续涨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个你都看在眼里 你都看在眼里 有没有 有没有 我有没有跟各位讲出一半 导播也昨天录了节目的 你今天看到建桥和 和义德在回 我昨天有没有讲我出一半 有没有 我如果没有讲 你今天看到建桥下来 哎呀杜老师你看他别扭扭扭 有没有 其实有时候 股票在盘中就看得出一些状况 只是你们没有受过这种训练 昨天的建桥是出现了一个 留下上允线的长黑黑棒 结果昨天你看多狠 我还有一天就卖了七千三百一十八张 我昨天来录节目的时候 我根本看不到三大法人的动向 我直接在节目中跟各位讲我出一半 结果真的看到一个现象 昨天和前天两天的融资增加了三千五百一十张 外资大卖 那观众朋友们 有时候股票它是打一个筹码战的时候 我麻烦各位 你不要用融资 这里是不好做 但是你一直用融资去做的话 你很容易受伤 所以我为什么 我昨天会跟各位讲我出一半 一定是有原因的 一定是有原因的 我看到一些现象来讲 因为我毕竟我在这市场二三十年 你同样的有些股票 我说实话 在追逐的过程里面 你们都很奇怪 股票在低贵界的时候都不买 涨上来的拼命都要去追 而且追 你偏偏你又要用融资去买 我真的搞不懂 对不对 不然昨天它那么强 我为什么跟你讲说我出一半 你们不要说昨天没看我节目 我只是把这个过程 有跟各位讲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 17号那一天那么重要 因为 你看到 当你看到道琼 他已经 攻过去年限了 攻过去0.618的位置的时候 台股那一天 台积电就要供 连电就是要供 鸿海就是要供 他不供的情况 叫 我开始跟各位讲生计股 没有办法 但是为什么 我昨天我跟你讲我要出一半 你觉得出了飘飘亮 我不轻易跟你讲说我要出股票的 但是你看这筹码你就知道出了问题 昨天外资一口气卖了7318张 融资呢 两天却增加了3510张 这就代表筹码是 法人倒给了赏户嘛 所以撑不住了嘛 这场义德今天跌停 你们要不要知道他为什么跌停 其实我可以不用讲那么细 毕竟他长太多了 我讲实话 因为长那么多了 有什么好讲的 但是观众朋友一定会问嘛 你看我是不是8月18号的时候 又开始跟你讲 没有错吧 因为17号那时候看到该工未工以后 电子股有些资金就要转过来做生计股 是不是8月18号 都是在8月18号 只是我没有跟你讲的那么detail而已 这是事后引你再去想说我的 我的逻辑思考在哪里 其实你看一个分析师的节目 不是说今天大盘一直涨一直涨 你一直鼓掌说哇他好厉害 你有时候你要想他的 他对于族群的转折的看法是怎么看的 这才是重点啊 而且我们事先跟你讲 我觉得这才是重要 为什么我今天会拿8月17号 我资料都还留着啊 那天我就讲很重点 该要工了 他就不工 那偏偏那个时候就有一种声音告诉你们 啊长了一千五百点要回 要回这季线 你看啊你回季线你守得住吗 没有办法 所以我今天才会跟国安基金想说 你们最好有看一些解盘的节目 你遇到重要关键点的时候 就好比说打仗一样你要一鼓作气嘛 你反而觉得哎呀没有关系啊 就你自己想想看 宋朝的时候 南宋那时候就是偏安嘛 你偏安的情况下 你就没有说有那种大制作 我要把版图再拿回来 那你终究 宋朝最后还是被灭掉 这个跟做股票一样 你跌了那么深以后你攻 遇到一个重要关卡你就要攻过去嘛 你不攻过去你一直守在那边 然后你就希望说美股一直涨 我们台股就上去 你没有办法啊 美股已经涨给你看 他已经到球已经涨到0.618 他已经很努力啊 可是我们自己却不努力 一旦他回的时候我们怎么办 所以我说这一波还是空方明的 空单还有六十几万张 这个我是觉得 我今天已经有讲了 台积电扣底的位置 鸿海我希望 这个操盘手你能够稍微 稍微留意一下啦 真的 真的啦 你稍微要留意一下 到昨天已经涨了那么多了 今天只有 今天啪一下跌下来为什么 还是老问题啊 昨天易得一天多了4000多当的融资 而且我跟你讲啦 一开盘就涨停的股票 照理说今天应该开高了 以前我上课的时候讲 结果他今天是开低的 就不对了 因为这是打筹码战 这个给各位一个经验 打筹码战 你一天融资增加那么多 昨天一开盘就跳空涨停 这代表说 如果是法人买的 特定人士买的 昨天一开盘又跳空涨停 他怎么可能放过 一开盘就涨停了 结果他晚上一看那筹码 他知道说这都是赏户来追的 今天就放掉了 放掉了 我只藉由这个 跟各位讲一些经验法则 有时候做股票来讲 一方面是涨那么多了 一方面是为什么这个时候融资 这才要全部都进去 所以为什么我昨天跟你讲说 我已经剑桥出一半了 你慢慢就可以了解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来 你们如果看股动前朝了 我今天事实上 我这张股票我是非常看好了 为什么 你今天看到车用的部分来讲 开始又在涨 其实我们在8月18号那天 也开始有跟各位提到 富顶这档股票 因为理由非常简单 他比前一年成长了112 等于成长了 税后是成长1.2倍 那EPS是成长112%了 最主要是这几个 这个几个通通跟车用有关 不管是1200V的IGBT 或者是600V 900V的 这个我们讲的600V的这个SBT 就是肖基特二极体 或者是91200的高压的MOSV 这通通是用在这个电通车 而且更难人可贵就是你要想着富顶 他富顶 接下来他 他最主要是因为鸿海跟国具 等于说有间接路组到富顶去 占了三十几% 那所以未来的这个鸿海的MIH 他一定有分量在 那本身这家公司也非常争气 他在下半年度 也就是这个现在下半年度 他跟台大电有开始密切的合作 其实台大电本身也是国安基金 互盘的重点 就是跨足到伺服器 还有再生能源这个区块里面 所以他现在触角是广的 除了你们耳熟能想是车用部分 他也跨足到伺服器 还有跨足到再生能源除能这个区块 这个都是现在最夯的嘛 对不对 你先看电动车的同志是不是拉到掌停板 是啊 所以我今天尾盘的时候 我有稍微报告了一下富顶 上次富顶是这样子 8月18是这样子拉台的 19号的时候来到高点是121.5 那我给各位看一下今天的富顶 今天富顶很棒 今天富顶你看这样子拉台 你们有时候去关注到他的一些 基本面的一些变化来讲的话 你就要留意到 他本身来讲的话 有获得国产半导体的实木案 然后这个1200V的IGBT 我已经跟各位讲了 还有碳化系本身的 这个消极二体体的600V的 还有900V 1200V的高压摩斯比 我都讲过了 最主要是跟MIH有关 OK 那你们要了解 他为什么下半年度我持续非常看好 就是因为 他本来是 因为这个晶圆代工的这个 产能不足的情况下 他的 营收的季度的成长是有限的 可是下半年度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晶圆代工的产能是会开始增加 供给会开始增加 所以富顶 他反而他的出货会增加的情况下 他就扩大赤幅去看新能源领域的出货 就我刚刚讲的嘛 他跟台大电有一个合作的开发再生能源 就是我刚刚有跟各位报告的 还有供电系统的这个摩斯比 都是现在最夯的嘛 所以本身来讲 在鸿海跟国具 他充斥的电动车领域里面 在这个MIH的联系统里面 他变成是他的一个出海口嘛 你想鸿海跟国具投资他 那未来MIH 会用到了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1200V的这个IGBT 或者是用到的这个600V的SBT 或者是900V到1200V的高压摩斯比 是不是都要用他的 那本身他现在又跟台大电合作的情况下 那台大电是不是也要用他的 那你说他机会大不大 等于说国内你比较耳熟能抢的大公司来讲的话 都跟这家公司有关 所以你可以看他大盘今天在回的过程里面 他尾盘是这样子拉上去 所以有些股票在上涨过程里面 我要你们了解就是说 为什么一些底部的股票你要特别的留意 然后你再来看一下技术分析的一些论点 你就清楚了 你这里有没有看到这个箭头叫做 季线扣底位置 那这是一天 扣底这个位置 那是不是两天后就扣底这高值 扣底位置各位有 我刚刚已经借由鸿海跟各位讲很清楚 台积电也讲很清楚 我现在附底的季线扣底位置是在这里 我两天后是不是扣底这高的 高的位置我是不是开始左边会下来 那我又重新站上季线的情况下 我左边下来 那季线是不是右边会弯上去 对 当季线右边弯上去的时候 这个季线就箭头不是往下 就开始往上了 那是不是所有军线往上 站上所有军线之上 又组了一个W底 你认为呢 未来会不会走这个 形态学我们常在讲的 他这组了一个底部形态 会不会未来走一个 我们讲形态的一个 EB的最小满足测谱 是不是有机会 你这样看就很清楚了嘛 对不对 扣底位置这边左边下来 这边右边会上去 目前的话季线还没有开始正式弯 可是他马上就会 季线扣底左下 右边会上去 所以变成所有军线 又往上的情况下 又组了一个W底 我再配合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基本面来讲 你觉得未来他的机会大不大 当然很大 所以 每一次在下跌的过程里面 我们怎么去找到未来会上涨的股票 其实今天已经有答案了 车用 我是不是之前有跟各位讲 我说我下半年度最看好的就是车用提大股票 是不是又再度跟各位命中了 你再在大盘再回的时候 你就看到了这个现象 所以股票市场上我必须讲 有很多时候 我为什么要跟各位讲心路历程 在17号那天我们看到台积电要攻 我看到鸿海要攻 我看到连电要攻 他不攻的情况下 我18号开始跟各位讲剑桥义特 我昨天也跟你讲剑桥我出一半 就真的今天他们就毁了 那其实股票市场上我说实话 你现在遇到这个真的 你看到下跌的时候你害怕 可是你要想一个道理 你涨上来你买股票你要买的比较贵 可是打下来的时候 未来有机会往上走的时候 你买股票是买比较便宜的 你想想多赚一点 你认同我这个理念的 我底下有服务专线 你可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系 我看法是不会改变的 因为台积电现在来到了扣底的位置 鸿海明天也来到扣底的位置 包含今天大盘也是扣底 这个5月30日要高指 只是今天大家都不愿意提这个 本来摆在眼前的事实就是 今天交据指数扣底就是在高点 扣底以后会走下右上 所以我们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当季线扣底会走下右上的时候 我们重新站上季线是一定会有一波的行情 你不要因为回的时候 就是这个也怕那个也怕 那你怎么做股票 该供的时候不供 回的时候也不供 也不熟 这样不对 所以我认为未来的机会是大的 那你们现在每天有收看我节目的 请你就订阅 一定要记得要订阅 订阅很简单嘛 就是YouTube频道 扫描一下你订阅 或者是加入我的LINE 那当然呢 你觉得我解的不错 你按个赞 开启小铃铛 我只要新的节目 第一时间都会跟各位做个说明 那你要牢记啊 我看法不变 从7月12号那时候 我就是跟各位讲一定要嘎空 才能够扭转腿 这个我看法是不变的 我认为台股 终究要赶上美股的一个涨幅 所以这一波的压回来讲的话 大家机会都很大 那我也让你看到了 我实事求是的 该供的时候没供 退回来就是走生计股 生计股 我昨天也跟你讲了 我箭条出一半 你看到今天他也回了 反而这两天是电子股 一个最好的一个买点 反而这两天 会出现一个电子股最好的买点 你要跟着我一起操作的 要跟着我一起操作的 我们有这个底下的服务专线 你可以跟服务人员做个chat 加入我的youtube 加入我的light 谢谢 以前的万宝切记 就是现在的孤寂 超越颠簸 整个操盘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否则人应独立判断 省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仇 不 yar 本节目资料仲